因为看韩剧被开12枪处决 被中共隐藏的零号病患 拜登是给情报部门三个月 还是给中共三个月 一人游行 被指涉嫌非法集结遭逮捕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30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严令禁止偷看韩剧 韩片 以防人民思想反动 金家江山不稳 去年底推出排斥反动思想文化法 以重罚阻断韩流 偷看韩剧 韩片 接触南韩媒体 最高可判劳改15年 而散播南韩违禁品 从美国日本进口违禁品 可判死刑或无期徒刑 一名男子最近被举报 私下贩售南韩电影 戏剧和音乐CD 遭处决 约500人在场观看 而男子的家人更被迫站在第一排 泪眼目睹星星 据南韩新闻网站 每日北韩25日报道 北韩原山市当局 最近处决一名反社会主义分子 指他违反去年底实行的 排斥反动思想文化法 这名理性男子是原山农业管理委员会的工程师 他被邻里监督团体人民班班长女儿 向当局举报他私下贩售南韩影片 戏剧和音乐的CD和USB随身碟 里南随后被逮捕 人民班相当于中国的居委会 是负责监察各家庭的意识形态活动 和其他地方上的杂物 在他被捕约40天之后 于4月25日 在500人面前被处决 在场群众包括原山市官员以及其家人 还有教师和大学学生 里南的家人被迫站在人群第一排 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亲眼目睹他被开了12枪 里南的妻子当场昏倒 四名行刑队员把他拎起 像丢一件行李一样扔进乡行车 邻居们看到这一幕都飙累了 但因为担心会被指控 同情反动思想者 而只能咬紧牙关、默默流泪 据了解 里南的妻儿被带去政治犯级中营 里南被捕后坦诚贩售CD和USB 售价约在5美元至12美元之间 当局正在追查他的影音供应来源 目前已逮捕约20名涉案的商人 目前正对这些人进行初步调查 官方判决书指出 根据反动思想法 裁定里南的非法销售属于反社会主义行为 判决书指出 假如人们以为只会轻判 是严重错误 形容这种反动行为 是协助那些企图摧毁社会主义的人 因此不容活在北韩社会 逃北者揭露说 现在如果你被抓到观看南韩影片 你将被判处终生监禁或是死刑 所以没有人知道 谁会是下一个被处决的人 但若是知情不报 同样要被严惩 有可能会被判七年徒刑 他们要整个人民都害怕而发抖 中共千方百计掩盖新冠病毒的起源 封锁销毁病例 但是还是留下来一些蛛丝马迹 法国专家德曼纽夫近日对周日邮报透露 主管编辑中共病毒病患官方网站的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 生物统计学教授宇传华 于2020年初接受人民网健康时报采访时 曾经介绍说 他编辑的网站在去年2月底 已经登记了4.7万名疑似和确诊病患 当时健康时报的报道中写道 宇传华说 这些数据中包括一名2019年9月29日染疫的疑似病患 数据显示 这位病患未经过核酸检查 临床诊断为疑似病例 这名病患后来死亡 宇传华随后又介绍了一名 于2019年11月14日染疫的61岁的 苏幸女疑似病患 一名于2019年11月21日染疫的 62岁的王幸男疑似病患 以及数名在12月8日 疫情染疫的病患 而中共于12月8日才告知世卫组织 中国发现了最早发病病例的信息 他从病例上得知 苏幸病患居住在武汉红山区 着刀全街的凯勒桂园小区 距离他求诊的荣均医院600米 距离武汉病毒研究所不到3英里 距离武汉水产品市场13英里 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从事与蝙蝠相关的 冠状病毒研究的机构 而中共在疫情爆发初期曾声称 疫情的发源地是水产品市场 健康时报采访宇传华的当天 是中共当局宣布封杀 关于新冠病毒消息的日子 因为习近平准备重新掌控局势 两天后 宇传华以当时提供的日期不对 12月8日以前的疑似病患都需要核实等原因为由 撤下了那篇文章 但是德曼纽夫仍从网上找到了这篇文章 和关于这位病患的相关的截图 他还发现 这些病患的染病日期 比官方公布的首位病患的日期 早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他估计 苏女士可能对后来导致武汉1100万 武汉人染疫起了关键作用 如果中共在2019年 疫情提前三周对疫情进行控制 而非隐瞒疫情 全球的染疫人数会减少95% 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政坛到医学界 再从新闻界到情报部门 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泄露问题 开始了密集的多方位的调查报道 提出了相关的证据 虽然没有下结论 但似乎胸有成主 拜登还责承情报部门三个月拿出证据 承诺公布审查结果 并补充说明 除非有一些我不知道的 时评人士陈维健的评论文章认为 按拜登的说法 显然手上已经有了证据 否则不敢如此夸下海口 如果最终没有找到证据 那不是给了中共一口舌 美国嫁祸鱼人 抹黑中国 坐实了阴谋论 美国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吗 从他上台一时 将川普调查武汉病毒所泄露问题 搁置来看 一定是得到了情报部门实锤的证据 使他不得不计川普再做深一步的调查 文章说 想到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病毒的第一人不是别人 是武毒所的负责人石正丽女士 当武汉病毒出现时 人在上海的石正丽 第一个反应就是武毒所出问题了 这个是有正式的采访报道的 当时石正丽并不知道武汉病毒会造成这样大的灾难 要不然打死他也不会接受采访的 武毒所研究的蝙蝠在云南的大山深处 离武汉有好几千里 BBC记者曾前往采访被阻 这是为什么 武汉传出病毒 中央立即派了陈威少将到武毒所实行军官 这是又是为什么 武汉疫情爆发前 武毒所已为叫黄烟龄的研究人员失踪 研究者认为他是零号病人 但中共说他已掉离 又拿不出来 这是为什么 有关武毒所有一万个为什么 但中共当局没有一个正面答复的 武毒P4实验室是法国建造的 本来说好是合作 但建好后被中国一脚踢出 武毒所也是中美合作项目 美国对武毒所有资金上的支持 并有研究人员在武毒所工作 他们对武毒所的情况自然倾诉 再说武毒所的研究人员有大量的论文 在海外发表都与研究新冠病毒有关 这些也是抹不掉的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三个武毒所感染病毒的人员是内部人透出来的 文章认为拜登给情报部三个月的时间把证据拿出来 实际上这三个月不是给情报部的而是给中共的 等于明确地告诉中共我们已掌握了证据 现在给你们三个月的时间考虑 是你们主动交代还是让我们公布于事 如果主动交代 罪行可由习近平一人承担 他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 如果不交代 继续抵赖 那么这个罪就是整个中共集团的 何去何从 你们自己考虑 现在是中共换届的时候 以此逼迫习近平下台 交由国际社会审判 促使中共改嫌疑彻 实行民主 就像当年日本被迫实行宪政 任何一个人都清楚 一旦武毒所泄露被证实 中共隐瞒又遭致全球蔓延 这一惊天大案 如果说泄露是无心的 那么隐瞒就是有益的 是灭绝人类罪 全球上亿人感染 350多万人死亡 受害者家属必定要向中共赔偿 三个月的时间不多也不少 中国有识之士 该是站出来的时候了 对武毒所 知情的医学界人士 被习近平逼迫隐瞒的各级官员 站出来揭示真相 提供证据 协助调查 争取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原谅 香港警方日前禁止纪念六四集会 周日下午二时 香港王婆婆 王丰瑶下午带着黄伞 手持三十二 六四天安门挨戈标语 出现在弯仔修盾球场外 要步行至西环中联伴 一出发便有穿制服女斗茶贴身尾随 又有负责涉路的警员 便衣警及传媒联络队等近三十人跟在身后 但启行不足五分钟 遭警方以涉嫌非法集结拘捕 并带上警车 有记者翻查法规指出 构成非法集结最少要三人参与 根据公安条例第十八条非法集结 凡有三人或多余三人集结在一起 做出扰乱秩序的行为 或做出带有威吓性 侮辱性或挑拨性的行为 意图导致或相当可能导致 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结的人 会破坏社会安宁 或害怕他们会借以上的行为 即使其他人破坏社会安宁 即属非法集结 最高可输监禁五年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